近两天,网络上有消息称,林志炫将退出披荆斩棘的哥哥录制 还煞有介事地说,是因为他看不惯赵文卓 林志炫要退赛的消息出来后,网络上近出现一片叫好之声 很多人嚷嚷着,要退就快点退,还表示求之不得 他那么普通,还那么自信 林志炫经营了多年的千千君子形象,几乎在这两期节目之后一朝悔尽 在过去,他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唱将,中国最具降气的歌手之一 毫无疑问的利福天王,其次誉为金曲奖 谈起TW流行乐,谈起中国流行乐 林志炫和优克里林,绝对是两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他还与其琴其玉起,被誉为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 八年前第一季《我是歌手》,一曲《没离开过》 让人重新认识了这位思思文文,却又唱功一流的歌手 作为一个歌者,他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也有忠实于自己的歌迷 同时他还自创了《极为久唱法》 这套发声体系以流畅的真假声转换而闻名 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气质,本质上是个发带出身 浑身上下的散发着不流俗的气息 配上眼镜西装和独特的唱腔 可以说呢,极具贵族气质 总而言之呢,在还没来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前 林志炫的身上除了隐婚这个严格说 也不能算瑕疵的瑕疵之外 其他部分呢,都堪称完美 但这一切呢,在他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后夹压指 在这档节目里,林志炫的被调侃成太上皇 这个节目从一开始就对他很不友好 第七选房间的时候 他在皇冠中之前呢,选了双人房 马上有人说他精致力极 节目组录制安排在中午,他提出异议 因为他声音的最佳状态呢,是晚上8到10点 这是他坚持很多年的习惯 马上呢,有人说他娇气娇气 凭什么样节目组等你 然后呢,是著名的理想事件 林志炫呢,在挑选搭档的时候 选了钢琴家李云迪和刘家理想两位舞者 林志炫呢,说想要每个人在舞台上各尽所长 理想呢,表示他想唱歌 林志炫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于是骂声一片 说林志炫呢,很没有礼貌 这样否定别人 分明是只想着找人来给自己办舞 衬托自己 很多人呢,都用这两件事来佐证林志炫耍大牌 但是就奇了怪了 这两个所谓的耍大牌事件 最后妥协的都是林志炫啊 虽然提出节目录制时间跟自己的作息冲突 可后续他的解决方案是调整自己的作息 配合节目组 他并没有让节目组来迁就他呀 理想呢,想唱歌 他就让理想唱了 还很贴心细致的指导他们发声 并且呢,在理想公演舞失误后 他很暖心的送上了鼓励 这些为什么都被选择性的忽视了 然后最严重的就是和赵文卓的关空调事件 节目里呢,赵文卓一句 志炫说开空调嗓子会干 直接呢,把林志炫推到了风口浪尖 毕竟呢,节目录制的可是接近大赤道的海南 八月份海南岛呢,还是大夏天 这不开空调怎么活 之后呢,林志炫连续编辑了五条微博动态 予以澄清,但几乎没有什么用 他绿茶的形象已然渗入人心了 在这个节目里呢,林志炫选房间是错的 拍节目是错的,连关个空调都是错的 五十五岁的他,此刻简直四面楚歌 如果我是他,大概我也会选择退赛 那么林志炫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的遭遇 应该规则于谁? 规则于林志炫,他是有一定责任 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根本不了解综艺节目的套路和流程 把披荆斩棘的哥哥理解成了一道音乐综艺 以为跟歌手一样,只要把音乐呈现好了就可以了 其实呢,全然不是这样 披荆斩棘本质上呢,是个娱乐综艺,而并非音乐综艺 林志炫的思路始终没有扭转过来 所以呢,碰壁吃亏是必然的 但不至于被骂成这样 那么怪赵文卓和李小妈,也不对 在我看来呢,他们二位只是心直口快和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已 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和主观上的恶意 要说最可恶的,其实是谁? 是大芒果台的百万剪辑师 芒果的百万剪辑师,不能说民生在外 只能说前科累累 麦迪娜录制个新生儿日记 被逼到发微博澄清 年轻的在《花与少年2》里 莫名其妙就成了颇妇一号 复原会录制《我家那闺女》 突然呢,就成了一个不尊重长辈 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儿 张雨晴呢,录制《女儿们的恋爱4》 气到直接退出 不得不说,芒果台的剪辑师 在《把人逼疯》这件事上真的很有一手 只要他们想 他们就可以把你变成尖酸刻薄的 自以为是的 耍大牌的 斤斤计较的 林志炫呢,显然是找了他们的道 最典型的就是和理想的矛盾 观众们看节目呈现出来的是 理想无比想唱歌 林志炫不给唱 所以理想很生气 但其实呢,自从分组商定节目开始 林志炫和理想的分歧是歌词的分配 而不是唱或不唱 也就是说呢,林志炫从来没有不要理想唱歌 然后呢,经过剪辑师巧妙加工后 事情呢,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这样子 亏益于知全局 想必节目里冒出的其他林志炫的黑料 剪辑师呢,也是功不可没 所以呢,参加芒果台的节目 可千万别得罪剪辑师 否则呢,等播出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都不好说 对于林志炫的退赛 我想不少的观众是赞成的 在很多歌迷的眼里 这样的通道他甚至根本就不应该接 有记得当年他参加 我是歌手时曾做过的一个比喻 他说自己做了很多年音乐 就像是在半山腰开垦一片果田 每天他都看着山顶人来人往 城头变换大王旗 波澜不惊 很多来时都只顾看着山顶 于是习惯性的把它给忽略了 直到有一天 那人突然吃到了他这块田里种出的果实 猛然觉得如此美好 林志炫呢,就是这样一片与世无争的果田 他也应该是这样一片与世无争的果田 否则一旦沾上了封城 染上了污垢 果实也就无法再醇厚甜美 希望他真的可以放下 并转身离去 林志炫应该永远是歌手林志炫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